所以你往下卷 大概L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你可以看到有個類別 叫做什麼 ui-li-count這個選項 用選的可不可以啊 而且比較不容易打錯啦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打一個span 然後呢 空一格class等於什麼 ui-li-count 關鍵在count 因為是技術 那你直接把它套用上去 這個是JQuery Mobile裡面的一個 韓式庫裡面的這個class裡面的效果 所以我直接找到它之後 點擊它就可以了 點擊它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自動幫我加了一些什麼東西 它會幫我mark起來 有沒有看到 span class等於ui-li-count 後面一樣是31有沒有 結束一個什麼 結束一個span 這個方法跟你打字結果是一模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上去啦 我也不反對 那你就直接打就直接放上去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切換到即時看一下 就一個出來有沒有 那可是其他怎麼辦 其他最好是可以怎樣 可以多從Ctrl按住可以多選 可以 全部一起來那最好了 可是 有沒有 沒有 所以 如果你有 十筆的話 你就要做十次 那有沒有更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我剛剛是就是就是頂多是這樣啊 比如說你可以在旅館資料空格後面的啊 用取代的 比如說你就 呃旅館資料空白 你就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了 然後取代了 取代成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這幾個字有沒有 有沒有 Ctrl C一下 Ctrl F Ctrl F裡面有取代嗎 這個資料有沒有 後面加上一個旅館資料 再span 有沒有這樣 多一個區啊 這樣可不可以 應該是沒有問題 有沒有 就是你可以拿取代一下 這個不要取代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要不要取代取代一下 取代一下 這樣應該比較快一點點 取代取代 不過到頭了 問他能不能再取代 不行了 再取代就完了 OK 那後面的話呢 結束符號有沒有 它是一個li 這個li 取代成什麼 span li 所以 他目前想到是這個方法 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就把這個要不要取代 這不用 尋找下一個 取代取代取代 有沒有 取代 好到頭了 能不能再取代了 不行 取代就完蛋了 OK 重整一下 然後 即時看一下 效果有沒有出來了 出來了 這樣應該比較快一點點 不然的話 你要慢慢做慢慢做 當然你也可以 慢慢選再慢慢做 可是很花時間 選一個 然後再選一個 選一個 我覺得用取代可能會快一些些 OK 畫面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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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